那么这位赫赫有名 前四海帮的帮主蔡冠伦 那么事实上 我还蛮怀念他了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那么有一次 在一个结婚的婚礼上面 大家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呢 原来是导演侯孝贤 他嫁女儿 可是他的亲家 就是我刚刚说的 四海帮的前帮主蔡冠伦 蔡冠伦的儿子 娶了侯孝贤的女儿 那两边因为一个是 道上赫赫有名四海帮的前帮主 一个是我们台湾赫赫有名的 明导演 那两边的亲家 其实那一天 这个席开了120多桌 那很多怪怪云集 很多来 你看这个天道蒙四海帮 竹联帮 这些该来的道上的大哥 全部都来了 另外一边 就是这个女方这边 很热闹就对了 那么其实 这个我们台湾道上的很多大哥 我目前认识的几位 这个帮主集的 或是元老集的 他们其实是很孝顺的 但他对孩子 也希望能够栽培自己的孩子 所以通常会把他们给送出国 那少数的 只有少数 才会让他继承一波 就是变成 从黑帮里面 变成黑帮里面的什么 少堂组 组长 然后堂组 这样子 大部分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走这条路 因为他知道 这样的人生 事实上是蛮痛苦的 他还没有正式在这个道上 在四海帮这样 发光发热之前 其实 就在西门町那个地方 就鬼混跟其他的矮螺子 外省卦的黑帮都说是矮螺子 就在西门町那边鬼混鬼混 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黑帮的克星 那外省卦最怕的克星 不是带枪 是带粉笔 就是赫赫有名 侯友宜的老师 叫鲁俊 少年组的组长 然后呢 不准动 叫小鬼都不准动 然后拿个粉笔 弄一个圈 给我站两个小时 如果你不敢两个小时 没站跑掉 下次抓到你就在死 他就用那个马达 带抽你的脚底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不敢动 所以那时候整个新门町 全部是踩一对人的 你知道吗 就是鲁俊 可是有一次呢 鲁俊就跟蔡贵人说 就跟他讲说 我看你很聪明啊 我看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你很聪明 你不应该老是在街头 这样子打打杀杀 你去读书 你去读书了以后 一定会有这个前途的 所以后来 蔡贵人听他这样讲了以后 真的去读书 读书了以后 考到空军官校 最后还成了我们的飞行员 那时候我们的一个拦截 就是我们台湾 那时候在空战里面 占了很大优势 打米格基下来的F104呢 蔡贵人就是里面的 这个等于说飞行员 他在当飞行员以后呢 因为他的个性啊 然后他驾驶飞 那个F104非常会驾驶 他最让中共头痛的一件事情是 很喜欢做一件事 因为F104是超音波超音速 所以他每次都故意的 故意就直接用超音速 冲进去福建沿海 就直接给他冲进去这样子 然后那个超音速轰 那整个下面的人 包括解放军全部都被他吓一跳 他最喜欢干这种事 不过他也因为F104啊 也有所谓的空中棺材支撑 他飞机失事过三次 最后一去失事的时候呢 虽然飞机侥幸停下来 停到停机坪 但是整个飞机起火爆炸 最后他全身着火 所以最后用空军少下退伍以后 重新回到江湖 而在71岁的那一年啊 他因为开车不幸心肌梗塞 结果就死在停车场 结束他这样的一个传奇性的意识